如果川普做下这个决定 我不再军援你 我鼓励乌克兰你接受现在现行的情况 来做一个停火协议 斯林斯基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川普 如果川普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 甚至我不排除他 在将来十个礼拜的国度期间 川普觉得我不用实行 国会也没办法逼他继续军援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真的要心理准备 我相信全球最担心川普回来就是乌克兰 俄罗斯一直有新的西方 可能会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端武器打击 俄罗斯非常的担心 那针对此我们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最新 他语重心长的表示说 我们俄罗斯绝对不能忽视北约长期以来 毫不掩饰 直接对俄罗斯寄出了种种侵略上面的政策 俄罗斯这话讲得非常的重 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俄乌战场的第一线 现在情况战线到哪了 尤其我们要关心的就是乌克兰东南部这个地方 扎波罗热现在也是陷入一个窘境 包括了他的州长已经出来说话了 他说俄罗斯现在对首辅扎波罗热市前线附近的一个基础设施进行打击 已经造成当地六死九伤了 乌克兰现在第一线我们看到非常的吃紧 已经重挫了 但是西方的援助却是迟迟不来 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一个国家就是德国 他的外交部长近期访问的基辅特别强调柏林对乌克兰是支持的 而且是坚弱磐石的支持 他说尤其现在冬天要到了我们要保护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啊 不过呢这个话是这样说没有错 在武器方面却迟迟不供应 尤其泽伦斯基一直想要的就是来自于德国的这个金牛座长城飞弹 但是因为肖资太担心了俄乌战争会升级 现在已经确定了说 这个飞弹是不会提供给你乌克兰的 另外肖资也拒绝了乌克兰加入北约 立即加入北约的这个请求 再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韩的这个兵支援俄罗斯 现在战况又到哪里了 南韩这边特别讲了 他的国防部表示 一万多名的北韩军人确实已经抵达俄罗斯了 当中有许多的北韩军他们被放到就是库斯克在内的最前线去 那乌克兰的国防部长也透露说 乌克兰军队确实在和北韩的军队已经发生了首次 比较小一个规模的交战 所以几乎等于就是证实了北韩军出现在俄乌战场里面了 我们要请教老师了 黄老师如何看这一次德国 表面上说我和你坚若磐石 但是武器却迟迟不给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北韩士兵加入俄乌战场 后续又会如何来针对这个战场有什么样的变化 您如何看 德国他对乌克兰这样子一种所谓的分裂的态度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因为德国第一个 他自己的政府就是一个红绿灯内阁 他是一个组合的联合内阁 所以内阁里面其实说实在 这个德国的总理舒子跟德国的外长还有财长等等 他们其实立场并不是那么的接近 但是因为政治的现实 他必须要合在一起组成这个联合的内阁 所以我们看到贝尔伯克这个绿党的外长 其实他的外交政策他是比较属于积极支持自由民主 或者积极支持这些被俄罗斯侵略的这些国家或民族 那贝尔伯克他这样的做法 可是遇到了总理肖茲的时候 肖茲就会帮他踩刹车 其实同样的例子 看到德国对台湾也是类似的状况 就是他的这个外长贝尔伯克对台湾相对友善 跟过去的外长比起来 可是德国最后为什么对台湾的关系 他那个进展就是那么只有一点点 当然就是因为外长上面还有一个至少是制度上的老板 就是总理会踩刹车 所以金牛座这个飞弹的问题 包括过去人家说德国会不会提供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机 德国基本上都不会这样做 就是因为德国知道他跟俄罗斯打过交道 他也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在俄乌的冲突中 既可以支持乌克兰 但是又不会让事端扩大 而且把德国卷入进去 那至于北韩的这一块呢 其实各位看得出来 目前北韩的军队到了俄罗斯 他至少从外电看起来 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的领土 他没有进入到乌克兰领土 也就是说根据北韩跟俄罗斯的这种 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或共同防御协定 北韩是去帮助俄罗斯防卫他的国土 因为他的国土被乌克兰入侵了 好 如果今天北韩军队进入到了乌克兰 那就是北韩跟乌克兰直接的作战 但是如果北韩的军队到目前为止 我说过根据新闻 他都是在俄罗斯境内 那么他是在履行他们双边的国际法律条约的义务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北韩的军队表现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吃苦耐劳 我想从北韩的整个环境来看 我们想他的军队吃苦耐劳应该是可以的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还记得大概在一个礼拜前吧 有新闻说是立陶宛出来的消息 说北韩的军队几乎被团灭 剩下一两个 那一两个那为什么现在才说 乌克兰的官方才说 我们现在有了第一次小规模的交战 那那个团灭的消息怎么来的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 在俄乌冲突里面 这些假消息认知作战 不管从俄罗斯出来的 或从美国 或是从这个西方阵营出来的 源源不绝 但重点就是说 北韩目前我觉得他 不管我们说他该不该 涉入跟俄乌的这个冲突 但是至少他目前的军队派遣的行为 还有他的这个所在的范围 都没有超过俄国跟北韩的 这个相互的防御条约 好 我们现在不管看到是德国 或者是北韩提供这个俄乌战场 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但是现在眼前最重要的绝对 就是这个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几乎已经底定了 所以说接下来如果川普入主白宫之后 对于这场战事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后续我们等一下也会来持续关心 其实呢现在这场战打到现在 大家记得吗 其实已经经历过了三个冬天了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的总司令 瑟尔斯基他出来说话了 他说呢这个目前正在面对的 就是来自于俄罗斯 开战以来最强大的一个前线进攻了 他说很需要物资很需要装备啊 那这个乌克兰从这个危机升级来 美国的部分已经提供的金额是604亿美元左右的军援 五角大厦也甚至做了评估说 接下来不管怎么样 乌克兰你的部分还是可以再打6到12个月 真的可以打到这么久的时间吗 因为接下来川普可能会入主白宫哦 那最新呢普丁也宣布了 他说接受川普他提出来的这个停战协议 他认为这项协议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呢因为乌克兰他得要割让他半数以上的领土 再来就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他叫做麦维德夫 也就是现任的安全会议的副主席 他也说如果川普试图停止冲突 他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甘乃迪 所以就算是川普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些言论 他认为川普他们还是会针对川普做报复的 好我们想要来看 川普普丁这个时候为什么同意川普的停战协议 那如果真的川普入主白宫了 刚刚说嘛 这样听起来停战协议对乌克兰真的很不利 那泽伦斯基他会答应吗 就算不答应有办法抵抗美国吗 罗斯怎么看 怎么可能抵抗美国 尤其是如果川普做下这个决定 我不再拒约你 我鼓励乌克兰你接受现在现行的情况 来做一个停火协议 那是不是现行的情况 就是你刚刚说的 国土要割让俄罗斯 一半以上 而且没有期限 不知道俄罗斯会占领多少时间 多少年 那俄罗斯基真的是没有办法抵抗川普 如果川普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 而且川普他在竞选期间说很多次 如果他上来的话 他一天之内就会解决这个俄乌战争 甚至我不排除他在将来十个礼拜的国度期间 虽然拜登还是总统 但是我不排除川普会针对这个战争 会有动手 会有动手表示 我已经准备好当总统 连我在国度期间也可以处理 我说我会处理 我真的要做得到 那这个要看 另外一个要看的就是美国国会 因为这个是通过国会总统签署的一个法律 但是在美国的宪法体制 外交国防这个领域是总统说的就算 所以就变成虽然这个预算已经是通过国会 拜登总统签署 但是如果川普觉得我不用实行 国会也没办法逼他继续军援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真的要心里准备 我相信全球最担心川普回来就是乌克兰 好 看起来这个川普未来的决定权已经非常的大了 不过我们现在还要特别在关心另外一个国家 是北韩 在这个时候又开始有一些小动作了 我们要请川公来带我们看北韩到底在做什么 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已经说了 北韩接下来可能会发射他的弹道飞弹 这是来自于南韩的参谋本部说的 北韩朝日本海方向试射弹道飞弹 那媒体分析是在对拜登政府的政策失效来表达他的意见 同时也是表达他支持川普 然后他也在刷他的存在感 川公如何看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时刻 朝鲜这个时候又在发射飞弹 你怎么看 你刚刚已经把我的答案讲出来 基本上我认为平壤方面 北韩他总是喜欢在一些比较这个全世界啊 好像关注了一个议题的时候啊 他就要刷存在感 对 我现在你不要忘了我北韩还在 对不对 而且北韩的也是世界上现在被认为主要的一个flash point 这个战争的危险的地区嘛 台海啦对不对 这个朝鲜半岛 所以我觉得这个金正恩他就有这种兴趣 他有这种嗜好嘛 总是要表现一下 那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对 是不是要介入这个美国的这场选举 要支持川普 这个我不知道 因为他怎么晓得川普一定会会事先一定会赢呢 会会再入主这个白宫呢 所以这个我存疑了 就是因为这样我现在支持川普 我存疑 但是他确实不管是谁 他认为这个未来新的政府到这个上来以后 那么朝鲜问题的话 他要展现他的一个实力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常常讲的北韩 他这个也穷 但是我就是有把核子弹就绑在我腰腰腰腰腰腰腰上面 那么就是他最大的一个 他最大一个我们讲是Karen这样一个力量 那现在这个川普当选以后 我想川普是讲他跟金正恩也很熟嘛 对不对 他跟谁都很熟 他跟每一个跟普丁也熟 跟习近平也熟 所以就川普 就这个北韩来讲 那拜登如果跟川普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川普比较喜欢搞这个个人的外交 对个人外交 那这个金正恩他也喜欢这样玩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未来啊 这个南韩可能会刷立蛋 南韩刷立蛋 我个人觉得大概应该是这个北韩应该乐见川普 乐见于川普这个入住白宫 现在普丁呢 之前不是要求过吗 说俄军得在十月份之前我们要夺回库斯克地区 正式的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倒数了 根据了解现在来关心的是 俄军他在库斯克平均一天现在投下1300枚左右的航空炸弹之外 还会发射大约达到45000枚的炮弹 是目前乌军每日能够反击数量达到他的三倍了 另外我们看到俄军还宣称已经夺下了乌克兰东部的盾内茨克州城镇乌克兰斯克 这边是俄军非常重要的一个重要战果 是根据俄军的说法 俄军还要求乌军从当地 你要从卢干斯克州还有加波罗热州撤军来为 接下来和平谈判要做准备 我们请舰长来带我们看到第一线的俄乌战场最新状况 刚刚讲的乌克兰斯克现在被俄军说已经控制住了 乌军的重要补给线等于被拿下来了 接下来还有秋冬即将到来了 十月份乌军会不会来做一个奋力一搏 接下来还有美国的总统大选等等 首先所有的军事是服务于政治 所以战场怎么打怎么变化 你一定要了解背后的他的政治的环境 那我就在讲这次 泽人斯基最近不是在美国吗 接着你看他几个报道 泽人斯基批评川普 他说这位78岁的共和党这个老人 并非真的知道如何终结这场战争 他在批评川普 你真的知道这么大年纪了 川普听到当然很生气 川普就讲他 你每次来就是来我们美国要钱 可能你是地表最伟大的推销员 你现在还剩下什么呢 整个国家都被你彻底摧毁了 你看这两个人的讲话 所以你要知道 现在泽人斯基包含俄国 他一直在想川普会不会当选 如果川普当选 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场战争也就要结束了 川普会支持乌克兰 你就听他讲话 你知道几乎不可能的 好 那接着他到底会不会当选呢 你听国内有好多专家讲 那可能大家 你每天听的都不太一样 明天那个民调要什么变 今天登出一个新闻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今天是谁的呢 是英国的美日邮报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研究的小组 他今天得到的预测 这是今天登出来的 他预测这一次的选举 那这些人是太专家了 整个邮报的这些专家说 川普会得287票 贺锦丽会得251票 他的预测是川普会胜选 那你如果你是俄国也好 你是泽伦斯基乌克兰也好 你认为 如果你认为说是川普会胜选 这个战争是不是这次就要结束了呢 接着你再来看看 川普的整个的这个人 对这个世界战争的这种 他的这种认知是什么 第一个 他在任四年 他顺利化解美朝冲突 那时候超好凶啊 他还跟金正恩三次的峰会 第二个 他和阿富汗签了一个撤军协议 阿富汗是在他手上的 撤当然是在后面撤 但是是他签的 第三个 他持续要求啊 所有的这个 全国美军在全世界的各地的 要撤回去 你去看他的一个叫做 一触即发的 那个国务部长讲 就我看了过程 我才发现 哇他这个人是多么地渴望 从全世界撤军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在他任内 他没有发动一场战争 他没有发动 他所参与的都是持续原来在做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肯定地讲 如果川普当选 现在英国伦敦时报 那个金融时报说他会 11月5号选完 这个就要结束了 如果在那时候要结束 现在大家要做什么事 你知道吗 无论是俄罗斯也好 那个乌克兰也好 他们要拼了命地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还有40天 达到一个好的谈判的条件 所以现在双方都在听权力 因为在40天之后 可能就要结束了 好 这一场战争 我们持续来关心 请教委员 就是说 现在其实泽伦斯基 也和拜登见上面了 那拜登同意要提供80亿美元 其中有24亿美元 24亿美元的这个武器 还不会这么快地来 他说是说还要再采购 不会是来自美国的军方的库存 然后他也说了 不会给美制武器的远程武器 来打俄罗斯境内 是怕自己被牵连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再来第二个就是 这个乌克兰斯克被拿下来 如何影响战局 乌克兰斯克 其实在这个乌东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因为过去八年来 这个为了打乌东战争 乌克兰政府在乌东 做了各种大大小小的 堡垒跟补给中心 然后这个乌克兰斯克 就是乌克兰名字 后面再加一个斯克 这个小城镇 本来就是一个堡垒城镇 作为一个乌克兰政府控制乌东的一个很重要据点 然后被打下来的话 就已经是打开了整个乌东的一个补给中心的攻势 也就是说俄罗斯在冬天应该可以攻下红军城跟其他比较靠地内伯格 几个重要的补给中心 那如果几个补给中心被攻下来的话 整个还留在乌东跟库斯克的这些乌克兰军队 他没有办法过冬天 他会弹尽远捷 有点像当年的德军一样的状况 我们知道 这个军人最怕的就是 没有弹药 没有粮食 没有饮水 你再强的军队都没办法作战 现在乌克兰开始有这个问题了 又叫库斯克的守军 他的攻击动能不断地在减少 什么攻击动能 就是说你一天可以打多少炮弹 数目在衰退当中 一天可以开启发子弹 也在当中 表示说上级已经交代说 开始分配弹药 省这点用 这个姿态已经很明显了 我是觉得 这个哲伦司机怎么会把这个战争指挥成这样的 实在是一个很不尽责的总统 那现在拜登给他80亿 80亿就算说你扣掉24亿 好吧 那你还有将近这个所谓的56亿 对 你56亿其实也是从美军的军品 或者是军火商的仓库里面搬 它不是新品 那你去搬这些东西对乌克兰有多大的帮助 他说不包含乌克兰所要的远程武器 因为里面卡着一个 要不要跟普丁来赌一场核子武器大战 普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任何一个他注意到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提供给乌克兰长城武器 打到我的领土 视同你们联合作战 我就动用核子武器打击这个 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那就是美国 可能是英国 法国跟德国都跑得远远 只剩下英国跟美国 可是这里面还包括什么 包括在波兰的美军基地 那这一点就会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我认为拜登已经快卸任了 他没有理由 这个打把年纪快卸任了 还去跟普丁赌这个不可预测了 举个例子 他用战术核子武导弹 就直接攻击波兰的美军基地 你要不要回击 你回击用常规的武器 你就一点用处都没有 那你用核子武器 你要能打他哪里 就变成一个很严重很难做的决定 你一打的话 你打他一颗他来个两颗 因为战术核子武器的数量 整个美国加欧洲只有200颗 可是整个俄罗斯有2000颗 你要不要跟他赌 所以你这个等于是卷进去 到时候非打什么 非打这个战略核子武器不可 那打战略核子武器的话 纽约 芝加哥 圣彼得堡 等等都可能一下子毁一旦 包括伦敦毁一旦 那当然我半开玩笑 最开心的是什么 德国跟法国还有中国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然不愿意 这种人类的悲剧产生 所以拜登在这里面 已经明显撤退了 那拜登一撤退 欧洲国家谁敢跑到前面去 就没了 所以泽伦斯基 他为他自己的错误 必须承担起完全的责任 好我们看到拜登 看起来已经撤退 那接下来27号就是我们会带朋友持续关心的 是泽伦斯基会跟川普见面 能不能改变一些些的战局 在其实在正式的跟拜登见面之前 我们看到泽伦斯基22日曾经到访拜登的出生地 也是这一次大选的兵家必争之地 也就是宾州的这个地方史克兰顿 当地有一个弹药工厂是专门为乌克兰生产弹药的 那泽伦斯基还在这个弹药上面 我们画面上看到他在这边做一个签名 那针对这个事件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联邦众议员强声他就痛批 说要泽伦斯基你要把你的这个驻美大使外交官给开除 这个行程根本就是一个政治噱头 我们请李老大来带我们看 这个行为是否引爆哪一些政治上面的争议 俄乌战争会已经看起来成为美国大选的宣传工具吗 其实这个泽伦斯基两年前到美国跟现在到美国差很多了 2000年那个时候大家认为 他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欧洲救世主 那现在他变成是欧洲的一个麻烦 那他前一阵他提出一个胜利计划 那胜利计划说美国同意 那大家知道这个胜利计划可能要走险棋嘛 但俄罗斯也很聪明嘛 所以俄罗斯立刻就像刚刚蔡委员讲的嘛 他就跟你讲你动 或者你到没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他跟你核子武器的国家动 我就干了 那欧洲这些国家是又希望乌克兰再增下去 但是又怕自己涉入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当然就这个选举会有影响嘛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选举 一个日本今天选首相嘛 一个日本选首相跟这个美国选总统 那不是看民调统计 是看民调分析 因为他不是光是民调来 所以现在就说 你并不是说你川普就输 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参加那个工厂 那美国有很多人也不见得需要那个 美国人只要不惹以色列 你乌克兰那个都没什么关系了 所以候选人 候选人还是会要把你那个掉的 所以他这个时候到那边去做这个的话 当然他是想说对选举有点那个 当然开票如果这个时候赢了 那他的功劳 如果输了他就被骂死了 不过这个对整个大局来讲 影响不大 不过话又说话来 他不能来这样子 来这个制造一点新闻 来来来在国内稍微安定一下 民进他能怎么办呢 现在前面不 他只能隐瞒很多事啊 对不对 那就像他打你到那个扩斯克 你现在要把最金的调过去 他现在整个南部 南部北部这个都不管要 就把这个地方能够撑久一点 表示我俄罗斯站的地方还撑久一点嘛 但是就像你讲呢 你可以人派过去 乌克兰的部队真的我觉得很佩服的 他们还是很爱国 蛮勇敢的 但是你没有粮食 没有弹药 你叫他怎么办 今天一样我们把战线分为两个 第一个是在俄罗斯境内 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库斯克 现在说呢 接下来10月份即将到了 会有库斯克的10月份决战 另外就是乌克兰自己的境内 现在遭受了非常大一波的 俄罗斯的空袭 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卫星通讯社 所做的9月22号的报道 说俄罗斯现在目前 他的武装力量 还有他的这个特种部队营的战术小组 跟俄空天军已经密切合作了 透过的是俄罗斯他的战机 在库斯克使用高爆航空炸弹 做了一个精准的空袭 摧毁库斯克州边境附近的一个乌军指挥所 也导致部分的乌军部队 在几天之内 他们都无法一起协同的来做作战了 另外在俄罗斯国防部的部分 也同样发布了另外一项消息 说俄军的苏34战斗机 在库斯克轰炸乌克兰的武装部队人员 还有军事装备集结地 炸死也炸伤了大量的乌军 摧毁不少乌军的设备 一天之内我们看到这个损失的部分 达到了380多名的军人 还有11辆的装甲车等等 另外一头另外一条战线 刚刚说了位在乌克兰的境内 当地的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市长 直接表示 他说俄罗斯的部队在921这一天 袭击市内他们的城市里面的 一栋多层楼公寓造成一共21个人 因此受伤 部分的居民被迫撤离 再来就是22号来自于乌军的说法 说乌克兰连夜的袭击 一共是发射了达到80架的攻击无人机 乌军防空部队也摧毁了其中71架 另外一方面乌克兰持续的反击 格伦斯基说乌方已经击中了 在俄罗斯南部跟西部的一座军火库 现在在库斯克的部分 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0月份即将到了 舰长怎么观察 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 无论是东线的 也就是接近红军村的这个部分的战场 或者是我们现在要讲的 这个库斯克的战场 俄罗斯的做法都是一样 先是进行轰炸 轰炸完之后长城火炮 然后再进行支援 最后才会进行地面的决战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从这几张图可以看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9月17号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也就是库斯克是这个紫色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以南全面几乎都遭到轰炸 那轰炸之后 如果说我们对比现在所看到的23号的这个图的话 我们就会看到它轰炸的变小 为什么轰炸的范围变小了 因为实际上来讲 它要开始进行地面决战 那如果说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张比较及时的图 但是如果我们换看这个 它的收集范围更广 但是时间稍微有delay的一个战争研究所的资讯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也就是 在17号的时候 其实这里已经被打开一个缺口了 也就是在西北的地区打开一个缺口之后 但是这个缺口逐渐变大 这个蓝色的区域也就是现在 乌克兰实际上它可以控制的范围 我们从17号一直到22号 我们就看到这个蓝色的范围越来越小 这红色的范围也就是俄罗斯 它收复的区域越来越大 那从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得知 其实我们讲到说这个泽伦斯基 他所谓的胜利计划 也就是他自认为的胜利方程式 第一阶段已经行不通了 因为他当初讲的就是有关于库斯克这个地方 但是他即使打下了这么大的范围 可是无法固守 那接下来说十月要决战 为什么即在十月决战呢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库斯克或者是我们讲到的红军村的这个战场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天气的问题 也就是进入到十月下旬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天气越来越严寒 不要讲说十月中下旬 就以现在来讲 我们所看到的库斯克 早上虽然他的温度可以到达21度 但是他的晚上只有6度 那是今天的天气 明天也只有8度 这就是标准的大陆型气候 就是白天可能温度还很高 晚上就非常的冷 那这个对于土壤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也就是他如果说有水的话 他在晚上就结冰了 早上就溶掉了 然后就变成烂泥 那变成烂泥的话 你的资重完全没有办法前进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他为什么要谈到十月 十月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也就是十一月美国总统要大选 他势必要在十月给新总统一个展现 但是有一件事更奇怪 泽伦斯基他其实在今天已经到达了美国 但是他不是前往华盛顿DC 他前往宾州 那他到底去宾州是要会见谁 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胜利计划 还是又想要要更多的钱 那其实这些对于美国来讲 他们都有一种乌克兰的一个政后群 也就是大家对于乌克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低 那如果说乌克兰本身没有办法固守库斯克 然后在东线的这个战场 也就是红军村这边 又节节败退的话 要来开第二次的和平会议 其实难上加难 好 所以接下来会关注的就是 泽伦斯基所提的胜利计划 在就是另外一场11月的第二场和平会议 都会我们持续来做关注 那这一场胜利计划 根据了解的泽伦斯基他现在在宾州 但是9月26号开始 他会跟这个拜登在华府见面 就把这个他所说的胜利计划提交出去 那这里面有哪些细节内容值得关注的 就是说他说要加入北约 要有一个正式的邀请 并且要美国承诺会维持供应先进武器 作为他可以提出结束战争的内容 另外他还说了我们还要加入欧盟 然后要有其他经济安全上面的约定 卫报也做了一个报道 说泽伦斯基在美国去前往美国之前 他已经先开这个记者会 敦促拜登要允许乌军用美元的武器 对俄罗斯境内做这种长城打击 并且他会强化乌克兰的这个地位 来赢得历史上面的地位 刚刚讲了第二个要关注的 就是11月份会举办的 乌克兰计划的第二场和平的峰会 他们也邀请了俄罗斯 但是当然了俄罗斯方面是拒绝的 泽伦斯基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胜利计划 到底会不会让俄乌战争结束 还是只是会把美国一起拉下水 委员怎么看 名字叫胜利计划 可是实时上叫提笑皆非计划 泽伦斯基所言所行就是一个很荒唐的 这种所谓的丑际演出 什么丑际演出 他竟然讲一些无关紧要的 讲一些乱七八糟的 而且不愿意证实他所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以及他所做过的任何错误的决定是什么 去攻打库尔斯克所有的 包括美国欧洲所有的军事专家 说你在搞什么 这是百分之百错误的一个战略决策 但是他把它当作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刚才舰长是不好意思调侃他 对不对 他把这个当作胜利计划的一部分 还有他说让我加入北约 就是我的胜利计划 让我加入欧盟就是我的胜利计划 这个时候俄罗斯想加入啊 还怕你不成 现在北约打了人穷才净啊 北约打了炮弹都用光啊 所有的武器能用的没剩下多少 你即使说提供给这个乌克兰长城武器 现在手上也所剩不多啦 不管是美国的库存货 或者是这个英国的库存货 也所剩不多啦 那你再提供给他核子武器是不是 不很好笑嘛 对不对 所以哲伦司机就是不断的写剧本 今天我打输了 因为我没有坦克车 明天我打输了 因为我没有导弹 后天我打输了 因为我没有F-16 现在我打输了 因为我没有胜利计划 你要给我胜利计划 这个叫什么啊 就是诈骗集团 他为什么要去做这种失败的决策 赫尔松乱打一通 巴赫木特乱打一通 库尔斯科乱打一通 没有一场战役 让人家觉得说 你怎么打着荒枪走板啊 没有人认为应该这样打的 可是他偏偏这样打 目的何在 他只是要在这个欧美的媒体里面 显示他的重要性 哎呀 我们只能贪一口气 乌克兰的这些子弟兵们 真的是被他当作什么 这个人落丢进角落地里面去 这不是一个政治领导人 他演他自己的戏 然后他说历史地位 不然讲他自己还是讲拜登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的历史地位 这两个人给他一个重要的名字 叫衰微道人 布袋戏演 水月斗林 做什么事就乱做一通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 没有一样震惊的 你说你要这个胜利计划 要和平计划 乱讲一通啊 搞什么和平峰会 开过几次和平峰会啊 来不是都找一些五四三的人 各自发表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论 一点帮助都没有 是 所以这个有关你要和平也好 要胜利也好 送他一个名字叫白日梦 这个白日梦已经做得很严重 到吃药的地步了 好所以另一方面 俄罗斯现在打的相对来说 是比较从容了吗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他持续的跟另一方面加强 跟中俄之间的这种军事上面的演习 还有经济上面 他们的加强的互动也变得更多了 我们看到是俄罗斯当地媒体的报道 他说呢 这个太平洋舰队跟中国的海军 军舰联合分队从海森威出发了 这场举办的就是俄中的北部联合 2024联合海军演习 俄国外长还特别表示说 俄中我们不需要北约市的军事联盟 因为已经硕果累累有这种双边军事合作了 另外经济上俄美也做了报道 我们来看到说俄罗斯的天然气工业公司 这一间 他也宣布了说 已经跟中国的石油天然气公司达成协议 在今年底就会来提交 他的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线的输气量 而且会提高到最高水准 达到每一年可以达到300亿立方米 汤老师怎么看俄中在经济军事上面深化的这个事件 是的 因为这个俄中之间 他们双方可以说是互助合作相得益彰 意思就是说 双方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的利益 跟对方的需求 那他们整体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中俄关系的结构是叫做结伴不结盟 结伴就可以自主灵活 因为你结盟的话 那你可能因为对方有什么需求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有所反应 那为什么不要这个结盟呢 就是因为以往的历史 中国跟苏联的那个时候的情况 有时候闹得不可开交 甚至还这个兵容相见 那所以说他们为了避免这种 好像双方因为结盟呢 而把自己所死的这种情况 再度发生 那所以说他们用一种比较灵活的 这种方式呢 来互助合作 他们会觉得说 这种状况呢 从这个俄罗斯开始以后 当然这个以前的苏联的这一段 他们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总结 那从俄罗斯开始呢 双方会觉得说 这种方法确实是比较有效率的 意思是说 我该帮忙你的时候 我帮忙 甚至呢 你像比如说 你美国跟这个菲律宾也好 跟日本也好 跟韩国也好 你不是签了互助条约吗 那互助条约里面呢 是说如果有一方受到攻击的话 那等于就对于另一方呢 也是有同样的效果 那可是现在如果不攻击 那如果说走灰色地带呢 那你像譬如说在南海 在南海这种 它不算攻击啊 因为它并没有说用实弹 来对付对方 我用水炮 我用冲撞 那这种的话 那你其他的人 这个结封国你怎么反应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那中俄之间 如果默契够的话 默契足的话 它照样可以反应 那所以说俄罗斯最近 它对日本 它又有相当的反应 因为俄罗斯跟日本有这个也是百年以上的纠葛 俄罗斯以前被打败了 那现在呢 它会觉得说 在这个日本 它占领的日本 北方四岛这个部分上面 它又一定要对日本表示强硬 而且这一点呢 还跟中方呢 可以互助合作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那中国跟俄罗斯之间 他们的这种合作 可以说是越来越深 而且又越来越广 那他们合作 你刚刚讲 石油啦 天然气啦 还有贸易啦 甚至俄罗斯呢 把这个大部分的东西伯利亚 都让出来 跟中方来进行合作 因为东西伯利亚 对俄罗斯来讲 边长莫及 而且人口稀少 那所以说中方来 这边它有它的优势 可以来协助 以及来互利共赢的方式呢 来双方创造好的佳基 因为你俄罗斯 你当然 你现在有很大的这种资金也好 或者说这个原料也好 这方面的这种需求 那这样子 中方他可以提供 那可是呢 这个俄罗斯这边呢 他可以提供天然气 而且像 像这个整个东西伯利亚 不管是地面上也好 是地面下也好 都非常的丰富 地面上有森林啊 有这个木材啊 还有很大的耕地啊 什么等等 那地面下呢 那矿产是非常的丰富的 那可是俄罗斯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 那所以呢 在这个方面啊 那双方合作的这个空间啊 是极为广泛 那这个东西当然看 让人家看起来就有点眼红啊 那可是呢 你刚刚讲了 说是可以不把北约放在眼里吗 我倒觉得这个未必 为什么呢 因为北约 他跟俄罗斯呢 会有一个直接的应对 那当然中国在这边 是比较遥远的 那当然这里头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那所以我说 他还是要把北约放在眼里 也是要把北约当成一个重要的目标 那可是呢 双方跟就俄罗斯跟中方 他们在合作上面呢 是可以针对北约 也可以不针对北约 所以他有相当灵活的 可以这个施展的空间 第一个战场是在俄罗斯 针对修复库斯克的地区 大家持续的关心 现在的进度如何了 他们是说呢 现在的努力呢 是没有任何的白费的 这个地区我们来看到 俄军持续的集结兵力 向乌军发起了目前为止 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攻 那么根据了解呢 俄军在库斯克 短短48小时的时间而已 我们看到 他是一共推进了 3000米的一个距离 重新躲回了近 2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师徒 还一举就把切断了 乌军的重要补给线 现在乌军根据了解 已经不得不做出 这边说是一个最坏的打算 刚刚说我们要关心两个战场 第二个我们来看到 在乌克兰的境内了 现在领土的部分如何 俄国的国防部 现在在14日也说了 俄军在乌克兰的东部 持续的挺进 现在占领了一个距离 后勤的枢纽 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 已经不到30公里的村庄了 在波夫罗夫斯克作战的一名乌克兰士兵 还爆料他说 乌军领导臣要求了不惜代价 怎么样就算俄军持续的猛攻 他们都要守住当地的阵地 两个战场的现在最前线情绪 我们请李舰长来带我们看 我们如果说看到现在实际上 库斯克的状况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上面这张图 其实是9月9号的图 也就是大家认为说 乌克兰它可以一路的 深入到俄罗斯的境内 但是如果我们看最新的 也就是9月15号的这张图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俄罗斯乌克兰占领的区域 少了非常多 这就是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48小时 推进了3公里的左右 而且它收回了200平方公里 也就是这一个部分的位置 那其实俄罗斯当它要硬打的时候 它就不是像之前一样 放个空尘剂 它怎么样硬打 也就是说它会先用炸弹 把你的后路整个截断 让你的后面的支援部队 没有办法接上 当你没有办法接上的时候 接下来它就会再形成一个包围圈 然后合围这些部队 这个是我们从库斯克所看到的 那当然现在大家常常提到的 也就是我们谈到的波克罗夫斯克 也就是红军村的部分 那大家红军村就是这个画的 好像有尾巴的位置 那其实这里一直都维持在4公里 但是它的图形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9月14号的状况 可是如果我们对比8月30号的状况 8月30号还有很多黄色的区域 黄色的区域也就是俄罗斯说 他们正在交战 然后他们占领了 但是乌克兰不承认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全部推平 而且下面这边 就是我们上一次指出这两点的位置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大家认为说你要一路挺进 不 绝对不能一路挺进 一路挺进中间就会被截断 所以俄罗斯的战法就是 就是慢慢的各脚突出之后 然后他巩固了阵地之后 再把这个地方合围 然后以一个面的向前面推进 那这个其实如果我们反宽 二次世界大战也有类似这个状况 我们看到这个突出步之翼 突出步之翼当初就是想要一路的 向比利时打 那个打到安特卫普 也就是领海城市的位置 那但是实际上来讲推进并没有这么快 那推进并没有这么快的部分 然后结果没想到巴顿 他的第三的那个美国第三军 直接从后面截断 那他从这边截断之后 德国当时的这个突出步 全部通通在这边不是遭到歼灭 就是遭到被俘 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 那至于说现在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鲍尔 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说其实现在 那个有关于武装冲突法的部分 并不限于这个在于乌克兰自己的领土 他们可以一路打到俄罗斯 但是看看普丁他做了什么回应 普丁他说 如果使用的是高精准度的 长距离的西方做的这一个武器的话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哪里完全不同 也就是现在只打乌克兰 未来是还会使用传统武器吗 不知道只打乌克兰吗 也不会 所以我们这样讲 这个也就是现在的这一些北约国家 虽然他们心里真的想要让 这个乌克兰当代理人 不断地向前挺进 然后消耗俄罗斯 但是实际上来讲 俄罗斯提出何威辙的时候 没有人敢前进一步 甚至包含美国在内 是 好 刚刚其实舰长带 我们看到两个战场 现在从舰长刚刚从地图上 我们看起来 确实两个战场都对乌克兰 不利 另外我们也特别提到说北约的这一位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包尔 刚刚现场也帮我们特别提到 他说这个打战不止止于自己的国界而已 但是我们来看到北约国家具体反应是怎么样 他们真的愿意帮忙吗 先来看到英国首相施凯尔 他在跟拜登会面之后 他还是没有宣布说同意乌克兰用西方的长城武器去打击俄罗斯 反倒是怎么说呢 英国寻求意大利的支持向乌克兰来运送导弹 而且刚刚也看到了普丁非常的严厉警告说 你美国英国如果敢用乌克兰的武器来打这个我们的话 等于就是用北约我们直接来向我们宣战了 怎么看接下来美国英国北约的态度又会是如何 委员 这里面是大家实力跟毅力的较劲 对于北约来讲 他当然会讲很多的正当化的理由 就是说乌克兰用什么样的武器攻击俄罗斯 都是正当的 因为俄罗斯也是用各种武器来打乌克兰 现在差异子在于说 如果是乌克兰用的是自己的武器 那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乌克兰用的是西方的武器 而且是西方的长城精准武器 比如说陆军先进导弹 比如说风暴营 比如说海马斯 或者甚至于更其他的所谓的战斧导弹 那对于这个北约国家来讲 就要面对一个双方面的毅力的较劲 就是我普丁怎么实践我的诺言 如果你用武器打到我这边 我视同你西方打我 这个理论架构已经宣示出来 那他如何反击 如果反击的话 你北约军事委员会 你怎么面对 这是北约必须要去处理的问题 好如果说 这个普丁比较有节制 就直接用导弹还击 然后打哪里 打波兰 打罗马尼亚的美军军事基地 你怎么回应 对 你是要北约就对俄罗斯宣战吗 要不要把战争打到这种程度 这个时候就看你北约这些国家 意志力到底有多坚强 如果你愿意下场打这样战争的话 那大概就无所谓了 那如果你不愿意下场打这个战争 那就考验一下普丁是不是说话算话 这两个是有差距的 比如前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伊朗 哎呀说我一定要包护以色列 包护以色列 到目前为止 几乎是无疾而终 就表示说 他的实力跟意志力 不足以撑住 他所主张的一个战略 或者是战争 但是对普丁 你现在仔细评估 他念不愿意 为了你用欧洲的武器打他 他觉得这是开始 要跟欧洲正式对抗了 然后就直接了当的攻击 比如立陶宛 比如说波兰 这个罗马尼亚 那甚至于 如果你愿意直接下场的话 二话不说 会不会把核主器也搬出来 那没有人知道 那你现在在欧洲 当然有美国的核主器 但是数量还是远少于 俄罗斯部署在欧洲的核主器的数量 你还不玩这么大 现在对于欧洲国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对于波兰这场战争 是采取很有限的 不希望有太大的损失 因为你目前德国自己的军队 或者美军在欧洲的驻扎的军力 跟俄罗斯都不能比啊 那你要不要把美国在美国自己的军力再调出来 要不要试试看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凭你这个德国加这个法国加英国 三国的实力跟俄罗斯打 似乎还有点距离啊 如果真的大家要用长城武器 你丢我我丢你 那大概还有点距离 所以我认为为什么 最近这个拜登或者是英国首相斯凯尔 他们面对这个问题 采取的是退收的态度比较多 斯凯尔基本上是不熟悉 因为他是工会领袖出色 不熟悉这些国际外交 有时候话讲太大 还是要收回去了 拜登当然是在外交上面 混很久的一个老将 他当然要去盘算 我跟普丁下这一盘棋 我到底可能下到什么程度 或者我赢的机会有多少 他算一算万里普丁跟你玩真的 如果普丁check it out 那当然他赢了 万里普丁没有呢 直接就打波澜边境 一步一步打 看你敢不敢还手 你不敢还手 你不自己认手吗 所以这里面可能 双方面的意志力的较劲 那打这个战争实力上 俄罗斯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北越也没有问题 那是不是要玩这么大 那就看双方面的政治毅力了 好我们看得到现在西方的态度 确实考量很多的因素 确实比较保守 除了西方的态度比较保守之外 乌克兰自己内部 同样也面临一些些的困境 我们来看到他持续的因为缺兵 已经打了将近三年的战争 现在要怎么样来补充他的兵力呢 他说要来吸引这些移民返回乌克兰 但是我们看到波澜的外长也提议说 应该要停发乌克兰的义男 难民的社会福利 这样子他们就会回到 自己的国家来打仗了吗 现在其实呢 在国外的这些乌克兰的士兵 大概一百万名当中 就有三十万名是在波澜 委员又怎么看这件事情 波澜当然要表演一种 比较激进的角色 现在最有趣的就是 这个北约里面穷国家都比较激进 然后比较有钱的国家 比较温和一点 看待这个问题 所以波澜就是希望欧盟 你们不要再给这些乌克兰难民签证 不要给他们补助金 你们要把这些年轻的乌克兰人 送到乌克兰回去打仗吧 这是波澜的想法 可是其他各国的想法 也会面对一些实际上的困难 很多适合这些兵役年龄的年轻人 基本上他到了欧洲各国 他们很懂的这些东西 就到大学里面去注册一个学位 或者到那个什么去弄个学籍 那他学生的补助更多 这个时候你就面对一个风险 你要不要强迫这些学生回去当兵 这是个问题 因为乌克兰现在内部 征召的时候连大学生都不征召 只有征召什么高职啊等等 还是大学生都不征召 当然有人会批评啊 因为现在在乌克兰内部念大学的 都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 家里是公务员的比较多 所以他没有去征召这大学生来当兵 除非成绩很差的大学生 才会被抓去当兵 那你现在在欧洲国家 有这么多乌克兰难民 都已经跑到学校里面去登记了 那你能够把它弄回去吗 所以这里面有实质上的政治上的难题 因为其他的 尤其是德国 他可能不会战争这样的看法 可是这里面显现是什么 乌克兰兵源已经逐渐浩劫 冰源逐渐浩劫 就刚才这个我们舰长所讲的 这个可能已经很难撑太久了 如果以上看法的话 因为你打仗没有人 就是没办法 一定要有人 不管做什么工作 那乌克兰这场战争里面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 就是这种高强度的战争 很多女兵上战场 只是徒增牺牲 对于整个战力提升不了太多 这个不是说 这个对女生的当兵有意见 事实上是现在的处境就是这样子 当高强度的战争到一定程度 不是我们想象的 说可以在那边按按钮 或者打打键盘 操作一些高级的武器 它都是短兵相接的 短兵相接现在是乌克兰最缺的一个战力 一定要开这个战车 要开这些战斗运兵车 这都高强度的作战 这个是几乎是以搏命的方式的演出 所以女兵在上面 有时候经常会造成障碍 所以你从乌克兰要调回去的兵 也值难生 所以这个对于波兰这样的建议 是有实际上的困扰 我觉得波兰如果愿意帮忙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波兰主动提供雇佣兵 对 把他的军队化妆成雇佣兵 直接送给乌克兰 那试试看有多大的战力 这比较实际 是 好我们看到这场战争 打得这个焦头烂额 这个俄乌之间 那现在是不是有几个国家 中国大陆 俄罗斯朝鲜跟伊朗 是不是反西方的这个势力 逐渐在这场战争的 打得同时 逐渐崛起呢 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到几件事情的发生 第一个是中俄之间的这个军事合作 俄罗斯的军队 9月份派出了海空力量 参加在中国 在日本 还有这个俄货 刺客海的相关 海空域举行的这一场 北部联合2024演习 朝鲜的部分 他的部长呢 可能会出席的是 在9月18号到20号 在俄罗斯举办的这场 欧亚的妇女论坛 好这已经是 第四届的一个论坛了 所以以前也举办过 至于伊朗的部分 我们看到了 在美国卫星 最近拍到是 俄罗斯的货船 疑似 从伊朗向俄罗斯 运送他的弹道飞弹 那么近日又拍到说 伊朗发现他的革命卫队 制造的火箭 成功将他的研究卫星 站栏一号送入轨道了 这是伊朗 今年第二次成功的 发射他的卫星 确实可以看到 有这样的趋势吗 开始这些国家 开始反西方了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 最多也许是 俄罗斯的想象跟希望 而且大部分 所谓的中俄朝一的合作 反制西方 是西方的宣传 因为中国大陆 没有这个战略 他当然 中俄的战略合作关系 这是他支持 那这是他用地缘政治 跟核武因素 再加上经济能源 彼此都是互补 在俄乌战争之后 其实中俄的 就是战略合作关系 对中国的地缘政治 能源政治 跟就是核武安全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他不会希望 被俄罗斯牵得走 那俄罗斯当然也是加强 就是东北亚里面 针对朝鲜的军事合作 他有当初战场弹药上的需求 因为朝鲜也许可以提供 他一些他的弹药的裤藏 但是也帮助朝鲜 在弹道飞弹的技术 那这个当然也就是牵制美国 在北太平洋 也就是东北亚 特别是日本韩国 的这样一个作为 那在伊朗这边呢 当然就是牵制美国 在中东地区 可是中国大陆反而是促成 伊朗跟沙特 沙特之间的和解建交 那你去特别的跟伊朗之间的 所谓的合作反制西方国家 反而会使得他跟 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之间 会有一些这个隔阂 因为本来他们之间的 这种宗教派系的这个对抗 事实上是长达几百年 好不容易在中国的触合之下呢 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 在俄罗斯的要求之下 你看到中俄伊朗 有开始在这两三年做 就是在印度洋这边 波斯湾这边做 所谓的战略合作的演习 我觉得那是演习 而且它是比较防卫性的 回到刚才就是 乌克兰的问题 我觉得现阶段 乌克兰的问题 所谓长城飞弹啊 或者是说征兵啊 我基本上觉得都是假议题 大家都在等11月5号 谁当美国总统 如果今天是川普 这些一切都是假议题 为什么 因为川普自己在辩论的时候说 他如果当选会在 11月5号 1月20号之间 也就是总统当选人身份 他要结束这个战争 换言之美国不会再帮乌克兰 那问贺锦丽呢 贺锦丽说我要支持民主 这个说法其实大家就觉得 这个喊口号已经实在是 很烦烟 那你怎么支持民主 你怎么支持乌克兰 打赢这场战争 现在所有人都不看好 战场上也不看好 那美国的这些援助 川普就说 我们已经援助了2500亿美金 我查了一下 应该没有那么多了 因为川普你也知道 他喜欢夸张一点 但是呢 他说欧洲国家只有援助 1400亿 也应该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呢 感觉上就是欧洲国家 居然只是美国的一半 他说这个战争不应该发生 不应该死那么多人 不应该我们付大多数的钱 我们应该把它赶快地结束掉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现在 就是在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出来之前 双方都在 恶乌双方都在争取 扩大自己有利的这个基础 将来如果真的是 美国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做法 就算贺锦丽 我觉得他也希望战争赶快结束 因为美国现在 东岸的这些政治人物 你看反中反到什么程度 赶快把俄乌战争结束 我们现在专注在反中上面吧 对不对 所以我的预测 俄乌战争之后 中美对抗会加倍 来看到是俄罗斯的国防部 在9月10号这一天 正式地通报了 他说呢 俄军当天在对内此刻地区 已经控制住了多个定居点 并且呢 俄军现在持续地 打击在乌军的多个点 包括他的弹药裤啊 还有我们这边看到 电子战的基站 反炮兵雷达等等的一些目标 都已经持续锁定了 根据了解呢 其实俄军从8月份到现在 在乌东地区 是说已经躲下了 1000平方公里左右的一个土地 并且表明了 只要你乌军 人还在我们俄罗斯一天 这个领土上 我们就不可能会停火的 另外一方面 乌克兰的进展又到哪里了 我们来看到他 乌克兰方面的攻势 持续地使用的是无人机来做攻击 那么俄罗斯说呢 从9日晚间一直到10日的凌晨 到目前为止 可以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的 都是最大规模型的这种无人机袭击 也是从9月初以来 对俄罗斯发动的第二次 大规模无人机的攻击了 不过大多数仍然是遭到 俄军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下来 这当中包括了多枚的火箭弹 航空的炸弹 还有多架无人机等等 至于库斯克的方面 俄军持续针对乌军目前的 在当地的装甲车 来做更深入的打击 我们来看到 俄乌现在最新战况 到底到哪里了 请张静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解析 首先我跟各位观众 来整体的来看这个战局 乌军在库斯克地区 就目前的发展状态 已经明显到达了攻势的极限 而且它继续前进 没有任何特殊的城市 或者地理的要点 战略的要域 它夺取了之后 是中东战略核心 而且能够翻转整个战局 所以它虽然占取了很大的土地 但是它不能去撼动 这个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 继续步步为营 然后向前推进施压的攻势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你问未来的前途是如何 有很多人很轻率地讲了很多 这个就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无论是停火停战或休战 那是指军事层面的去停了 但是它并没有代表任何的政治的妥协 我们打一个比方而言 像韩战它只有停战协议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和平的协议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前苏联跟日本 它也只有停战的协议 但是没有和平的协议 所以北方四岛到今天 这个争议的问题还是解决遥遥无期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就我们很审慎的看法而言 乌克兰跟俄罗斯能够达成停战的协议 就真正是阿弥陀佛了 暂时性的停火 或者配合某个节庆 或者是圣诞节的休战 那只是大家喘口气 所以到了最后 这个停战是有可能的 但是停战之后 能不能达到和平妥协 达到政治 就是说妥协 然后这个领土的转移 我认为那恐怕会是遥遥无期 好 能不能停战 我们会持续关心 今年在11月份即将举行的 美国总统大选 到时候进度如何 会持续的观众朋友来做追踪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CNN也报导说 乌克兰自己内部面临的许多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他的逃兵问题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而且他们自己的士兵特别指出 这官兵说我们自己的士兵 出现了临阵脱逃 不服从命令等等的问题 其中尤其是这些新招募的士兵 他们逃跑的问题是里面 目前为止看起来最严重的 乌克兰国会也发布了一个数据 光是今年前四个月而已 乌国的检方已经对将近1.9万名 擅自离手的这些前线后方士兵 提出了刑事诉讼 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仅是缺装备而已 现在逃兵的问题整个士气都非常的低落 这样子还能够继续的打仗吗 庄老师怎么看 是的 因为俄乌战争的新闻报道资讯量非常大 但一般台湾民众接收到的都比较偏向乌克兰有利 那为什么呢 一来是我们政府的外交政策 就是坦白讲就是爆美国大腿 所以自然而然会这样 另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派记者前往俄乌前面采访 所以接受的资讯不外乎 英美的媒体或是国际通讯社 包含路透社 法新社 合众国际社等等的传媒资讯 自然会呈现对乌克兰有一个视角 另外一方面呢 俄罗斯也不是比较清白或比较善良 是因为俄罗斯很多官方宣传的管道 在网路上 像YouTube、FB、IG上都被封锁或限制了 所以他们即便想透过资讯站来影响的话 也大打折扣 那至于这边讲到欠缺装备跟一阵脱堂呢 这是确有歧视 因为即便是亲乌克兰的英美媒体 又有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解读要特别注意 首先就是欠缺装备来讲 二户战争开打两年多以来 欧美列强跟附水国家 不是踊跃捐输吗 有钱出钱 有利出力 有送武器弹药 也有提供被俘弹药 还有医疗物资的 怎么还用欠缺装备 因为媒体报道的版面有限 或记者的素养还不够 应该讲就是说 武器的妥善率出了问题 所谓妥善率就是说 你有100辆主弹坦克 但是妥善率只有三成 就只有30辆可以用 如果对手有50辆 但头算力八成 却是有40辆可以用 让人压倒你 因为乌克兰 我们以主战坦克为例 它有来自德国的鲍二 也有美国的M1A1 还有来自于英国的挑战者二型 来自德国的鲍二又有分 鲍二A6 还有鲍二A4 甚至还有瑞典 按照德国规格生产的 鲍二A5同样的等级的坦克 那这些坦克呢 在维修保养后勤上很大的问题 那有些零附件还不相通 所以变成一个后勤噩梦 那导致于妥善率不高 那另外有的是属于 这个虽然能够运用 还能够部署运用 但像自走炮或是榴弹炮 它的炮管有一定的受病 发射上百发之后 可能就磨损了 它无法或者补充 所以我们用简单的欠缺装备来替代 事实上讲的是妥善率跟后勤保养问题 另外一方面临阵脱逃 要从两个角度来解读 这个今年五月 乌克兰的基辅国际社会研究院 公布了一个民调 虽然主张割让领土来获取和平的 只有32% 那认为坚持到底还有55% 事实上当恶物战争开展的时候 主张立抗到底 事实上有九成 已经从九成跌到55% 对 那主张各样领土原本只有10% 现在变成32% 也就是说一般民众都厌战 特别是战争交战的克松 杂波罗热还有奥德萨斯地区 民众厌战心态更高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再看到俄罗斯在今年六月 有出台新的征兵法案 乌克兰有出台新的征兵法案 原本他是管制18岁到60岁的男性 不能出国 那18岁以上可以服务志愿力 那征兵原本是征27到60岁 那现在征兵连你已经下压到25岁 而且连囚犯也可以征兵了 另外呢 双重国籍的 也过去都是 如果你要证明常住于国外就不征兵 现在一律征兵 所以连美国驻基伏大使馆都通告 美国人如果持有双重国籍的话 要小心不要回去乌克兰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乌克兰的士兵士气会有多高 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不外乎死老兵疲 这个没有到后方去修整 补充元气 另外一方面呢 则是对胜利感到绝望 自然而然就大量的逃兵 那刚刚主任有提到1.9万的逃兵 那事实上有媒体报道更多了 超过2万 那因为那是有一个黑数 但是呢 乌克兰官方也有一个政策 就是说有一个大色条款 如果在这个大色条款里面呢 能够回来的话 既往不救 可以让你回复原本的君子 但据目前为止了解 好像跑回来也不多了 是 好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现在 厌战的情绪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 这场战争到底要怎么结束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不像有传出一个消息 说是美国有在这当中 在俄物要和谈 这当中有从中来作梗吗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俄国当地媒体的报道 说呢 美国前副国务卿努兰间接承认 乌克兰之所以没有和俄罗斯当初去签署 这个伊斯坦宝的协议 主要是因为美国跟英国的一场协商 好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事实上这样的发言刚好符合现在 我们来看到的是最近 美国总统独立参选人小甘乃迪 他在近日宣布退选前做了一个爆料 画面上我们看到他怎么说的 他公开指责说 美国政府特别是总统拜登 在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扮演的角色 指出拜登曾经哦 时任 曾经指示时任的英国首相强身 破坏俄乌和谈 以确保华府的战略意图可以得以被实现 如何看这个爆料到底是否属实 如果是真的 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是不是俄乌战争的拱火人 他们才是不愿意让俄乌战争停火的人呢 任老师怎么看 这个事情问都不用问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会感觉到俄乌战争发生的过程非常离奇 乌克兰本身来讲跟俄罗斯之间作战的感觉 让他们赢的把握 大家一般的判断也不会觉得很明显 那怎么会打起来呢 就是有人拱火 大家都知道从事后的表现 美国的话出钱出力 甚至于到现在的话出人 那么整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最明显的就是 你在出钱出力的这种情况下 大家都已经认定 美国就是拱火人 因为乌克兰本身不怕死要做这样子的打算 要跟俄罗斯拼到底 尤其是今年的8月6号才发生的不远的话呢 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乌克兰本身入侵了俄罗斯 这是二次大战以来俄罗斯第一次遭受到入侵 现在的话呢大家都很明显感觉到乌克兰这边在听美国的话当中把这一场冲突 军事上冲突越演越烈的结果就成如这个张敬研究员刚刚所说的 这个战争呢开始起来是很容易的 能够达到停战就不容易了 要达到和平几乎就不可能 这里头当中的话呢 现在乌克兰本身对俄罗斯的做法 那很明显的就是说要惹怒了俄罗斯 打到乌克兰烂为止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今天呢刚好也是碰到美国大选 就是说川普跟这个贺锦丽在辩论的过程当中 也事实上普京本身开出来的条件 就是只要我能够占领的 我绝对不会缓 在这种情况下 签和平协议的可能性是零 那么打到你乌克兰受不了的话呢 就是停战协议 也会导致出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也就是说美国如果要继续拱火的话 那乌克兰这一切通通都会卖掉 事实上的话呢 买主是谁 我们只是证据不够 大致上也都知道了 所以说英国跟美国的联合 导致这场冲突的发生 是始料未及 确实我必须强调 不道德 地人政治 内政之争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近战团球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